大家好 欢迎收睇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衰退已不远 环球齐租殃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反弹了123点 收报26120点 从上2万6关本来值得高兴 但是成交就比较弱了 今天只有759亿 较昨天的800亿还要减少一些 年日来跌市的时候成交增 反弹的时候成交弱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今天讲股的题目 衰退已不远 环球齐租殃 首先大家要注意的是 就是美国长债息跌到去 昨晚跌穿1.6厘 虽然今天收回高一点 去到1.7厘 但是这个情况都令人担心 美国长债息曾经跌穿1.6厘 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呢 对环球经济的情况非常之担心 避险情绪极度高涨 这样的情况 那些钱没有订走 只是够胆流入债市 对股市来说 并非一个好事来的 虽然现在看到的债息稍微反弹 更aver了 约上1.7厘 但别有那么乐观 因为这几天 其實這10天8天就在聯儲局減息之後 到現在實際上由2厘以上 一路跌了0.4厘 雖然現在反彈了一點點跌0.3厘 但是跌得這麼急於是經濟衰退 現在美國兩年期債息和10年期債息 那個相差的縮窄到只有75點子 0.075 75點子是很少的 是多久呢?是2008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反映出其實知識曲線倒掛 很可能就快出現兩年期債息高於10年期債息 一旦是這樣的 市場就會視之為一個經濟衰退的現象 其實知識曲線目前已經倒掛的情況是怎樣呢? 是一年及以下的債息是高於10年期債息 萬一兩年的債息都高於10年期債息 就很確定是會衰退的 所以為什麼說衰退已不遠?就是這樣 為什麼說環球齊遭殃呢? 這次美國有機會出現這個衰退 最主要是由於真的環球一齊 包括歐洲本身的經濟不妥 日本經濟沒什麼起色 另外中美打貿易戰 隨時中國是可能利用經濟放緩 可以說攬炒 和美國一起攬炒 逼美國可能減少向中國施加壓力 這樣的情況是可能會導致全球一起轉差 事實上現在很多個國家都一起減息 今天菲律賓也減息了 很多個國家都是覺得經濟不妥 需要減息 不過這個減息可能也太遲太慢了 特別是聯儲局 上次他剛剛減完息本來是應該利好的 但是減完息之後 鮑威爾竟然出來說這個只是一個 中期調整的 不是意味著減息週期開始 說完之後又抵消了自己本身減息的效益 目前市場其實是預期九月份會減息 而九月份減息不單止會減息 而且預期減息0.50的機會又上升到大概三成 雖然一般來說現在鮑威爾那些態度 應該都是減0.25% 問題是九月減完之後十月需不需要減呢 十月可能都要減0.25% 因為你看過債息跌得這麼急那麼快 就是意味著市場很擔心經濟會衰退 如果聯儲局還不急急做事的話 還在繼續說那些官方文章 其實經濟沒有什麼問題那些 恐慌出手太慢 為什麼呢 因為聯儲局出手 他就在看現在的經濟數據 他就沒有考慮到 他有一個特朗普這個總統 就是非一般的總統 這個非一般的總統很多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意想不到做那些事情 例如是什麼呢 突然間又說加中國10%的關稅 那之後呢 大家恐慌 隨時特朗普還會說 將關稅提高的 不排除他可能九月加完10% 又會加到25% 加到25%之後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意味著 中國經濟會進一步向差呢 是的嘛 那特別是現在會加的那些消費層面的 消費品的關稅 那美國經濟如果真的轉差的話 那他是不是要快脫一點減息呢 但是他又不肯 那形成了是不是一個困局呢 好啦 整體來看 現在是擔心衰退的 好啦 講完這個 講回今天的市 今天的市其實呢 現在港股呢就是恒申指數 彈一點點啦 現在呢 如果7月高位29000 剛剛跌到下來25397 當它25400 最近急跌得很急的 14天RSI超賣了的 最低的時候去到20邊啦 二收市價計 那現在呢反彈了一點點 那個市數呢很正常 那反彈了上去呢 26317點 263這些水平 我覺得263264左右呢 可能 這樣上了 因為這一支棍呢 這一支陰竹 就是8月5日這一支陰竹 其實那時候 列口一開的時候呢 就265的了 26480 最高的時候見過265 那麼去到這些264啊265這些位呢 這個列口未必補得了 至少 真正的阻力在這裡啦 26671啦 要站回去之上呢 這個短線 紅燈信號呢 才會轉回到黃燈 否則現在就會短和中線呢 都是紅燈的 我擔心反彈這樣上下啦 然後呢 後幾天之後 又會有機會呢 向下添 要做好這個 跌的準備的 現在目前呢 紅燈信號是 未變的 大家要小心點 今天港股 最主要的一個信號給大家 就是那些金融股很弱 那幾隻金融股啊 內銀裡面 交行跌0.4% 中行 公行 建行 這三隻恆子成份股呢 都沒有起跌 大市有反彈的 升不了啊 那些內銀股啊 那麼呢 匯豐 都是升不了 今天都是沒有起跌 恆新銀行 彈少少 0.2%而已 港交所 彈得過0.08%而已 就是那些金融股呢 是比較弱的 你看到衝不了 彈不了上去 成不了個勢 金融股可能呢 有機會成為拖累大市 那為什麼呢 是不是跟這個金融是敗業之母 特別的內銀股啊 就是擔心內地經濟的問題啊 市場是不是會這樣解讀呢 大家值得留意 你想想會不會是這樣 好了 港股彈 我覺得 未必能彈得很多的 如果你說博反彈 我就不是很建議的了 因為已經彈了上來 但都不會太多 相反呢 見高可能要減持 甚至乎呢 做好一些淡 做一些淡倉 做好一些淡倉 或者你有貨的 就來對沖 做了這些準備 好了 上證指數呢 首先你要注意這個 這裡有一個上升列口 這個上升列口呢 底部204 那這裡跌下來 最低位是222 這一天呢 8月這一天啊 5號這一天 最低是 最低位那天 最低來收的 是2821.5 剛剛和這個2822 很接近的 稍微穿一點點 然後就列口跌下來 現在稍微反彈 但是呢 都未回補這個 下跌列口的 換言之 這裡有個上升列口 這裡有個下跌列口 上高這個叫做倒形頂 這麼大幅的倒形頂 真是都很罕見的 如果它能夠回補就好一點 不是說好很多 好一點點而已 回補這個下跌列口 如果不回補就慘了 不回補的話 這個一個大倒形頂 然後再下跌的話呢 就真是幾弱的 這個勢 弱的勢的話呢 然後就會怎樣呢 就會試回前浪底 今年年初低位2440 甚至旗下這樣 這個走勢 原本就說守住這裡 之後它棄手人民幣 棄手七算 棄手完 當然是因事制宜 而改變的看法 現在跌了下來 就小心它要再下跌了 好了 看過美國債息 看過港股和內地股市 那美股又怎樣呢 美股的走勢呢 暫時來看 都是偏弱一些的 雖然這幾天 有些稍為回穩 在26000關的水平 那樣 昨天只是跌得很少 不排除有少少反彈 但是除非破頂上去 否則的話 要小心 可能雙頂走勢 就算不是雙頂走勢 它都有機會下回 大概24000多 這些 即是這一天 6月3日低位 24600 落花園這些位置 然後珍持 那當然 美國的形勢 相對於中港股市 一定會好些的 特別港股 是這個新興市場的提款機 所有新興市場 一有事 港股就先有事 大家 所以看到港股 為什麼會弱 就是比較弱些 就是這樣 好了 跟著東北亞區股市又如何 講到環球齊租養的 首先日韓呢 在打貿易戰 日本股市呢 都沒有那麼傷的 因為呢 它都未穿 兩萬點 上次落地 兩萬點 守住 這裡雖然像一個 頭肩頂的走勢 這個頭 這個肩 肩 但是未穿下去 如果穿下去的話 大家明白 頭肩頂 接著就說梁照鐸 比較差些 就會跌到大概18000 現在但是有這個勢 大家都要小心 韓國股市就慘了 因為被日本捏住 日本就想了三樣東西 韓國沒有的 只有日本人做的 日本一做完 說不賣給你韓國呢 那韓國呢 就真是 真是慘了 如果網絡說話 就是被禁到在地上摩擦 摩擦再摩擦 大聲叫不要不要那些 是不是 現在跌下去就這麼慘了 這樣破底下來了 雖然這幾天有少少反彈 但是很奇怪 反彈得一來很少 二來反彈的時候 每天都是陰燭 簡單說就是彈不起 除非上來上回2000 否則這些彈完之後 都是要怎樣 都是要再落 因為為什麼 這個形勢 本身這裡已經是雙頂 然後這個雙頂 變成這個頭部 這裡是肩 這裡是肩 那就是雙頭的頭肩頂 頭肩頂落 大家都知道 真的還是要跌 好了 那相對上高 日韓台裡面 台灣就最好 就是相對 因為它有利 因為日韓兩個 如果在這裡吵架打架 大家那些高科技產品 就是它們會受到影響 那它離好了哪裡 離好了台灣 本身 中美打貿易戰 也都離好一些台灣的 所以台灣股市相對是強些 我說相對 但是也不要這麼樂觀 因為這裡都是似雙頂 或者似頭肩頂 當然這個肩低一點 總之就是 跌到下來之後 暫時守住 但是都是要小心的 它彈得起上去才會樂觀一點 否則的話你怕它彈彈一下 又會穿下來 萬一如果再下跌 跌穿8月6號低位 10180 或者你用它一萬大關 再下的話 大家知道了 你當它雙頂樓落跌幅 也是有一段時間跌的 所以現在的形勢 不時太樂觀 我覺得我擔心 衰退而不遠 環球齊遭殃 短線港股可能有少少彈 但是不樂觀 我就不博 我就仍然維持 短中線都是紅燈 建議大家 就是減遲 或者做淡 我怕會穿底而落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